哇这个大树下边啊 太阳鸟 你看这个太阳鸟叫的非常好听 分享在印尼生活的点点滴滴 网友们好亲生们好 我是尹小松 小松今天有时间啊 过来逛逛这个路边的鸟店啊 以前小松经常在这边 看一看鸟啊 你看也不知道这个 这边的大哥干什么呢 木克呀这个是 哇乌勒 哇你看他自己 你本部啊 哇 哇 哇 你看这个是竹子的啊 哇 你看它这个是竹子的啊 哇 很重啊这个竹子 它的竹子长得非常的 有形状啊 你看它不是直的 所以这边人家 他就给弄一个拐杖 这边是竹子的 这是竹子的 哇 这种很厉害啊 哇 很厉害啊 刚才比较多的 我会拿出竹子的 好呀 他说这个很少有这种竹子 他长得这样 看看这边鸟店啊 就在这个大树下 你看 这边是木菠萝 菠萝蜜 菠萝蜜 哇 记好多啊 然后这边一条河 河有一点脏啊 这鸟店就在这个大树下边啊 芒果树下 看看有什么鸟 刚才有一个太阳鸟啊 然后这里边是蛆蠢啊 哇 这是什么鸟 纹鸟啊 这是这种纹鸟 这种鸟叫声也好 记不在乎 绣园 这边是绣园 这边是鸟鸟啊 这边是鸟鸟啊 这边是鸟鸟的这种籽 还有这种料啊 添加一些东西 你看 印尼的这个羊鸟是这几个鸟非常有名的 一个是 长尾四旗 还有这种鸟鸟 阿尼斯 阿尼斯根棒 阿尼斯梅拉 红的这种鸟 还有这种鸟 这种鸟都生活在那种 跟河道那个那种附近啊 还有化眉 印尼有化眉鸟 比较少 还有这种鸟 鸟到苏笼 这种鸟 绞成非常好听 哇 这个 比较多 哇 这个鸟很贵啊 贵 一只要好几千啊 叫声非常大 刺喜 还有住家依旧 小宗最喜欢养的鸟叫做绿月鸟 这几种鸟是非常 印尼非常 受欢迎的这种名叫的鸟啊 还有一个印尼特别喜欢做这种酒鸟 小的这种鸟呢就是 太阳鸟刚才照的那片阳鸟 G-Black刚才也有 还有就是 小 这是什么 灰蟹雀 灰雀啊 还有这种鸟 这个小宗也养着啊 小小的 叫 得救啊 还有这种鸟 这个鸟是脚上肺的好听 但是很难养的 需要每一天照看啊 这边还卖这种 电包丛子里边 这小的店啊 这小的店啊 以前它这边有卖很多这种鸟 现在卖的比较少 可能卖鸟料比较多 这边还有 这边也有 这鸟的抓手 都是这种纯木头的 这个木贝非常好 老龙 他都说号码大的 里边还有小一号的 更小的 鸟窝 有繁殖鸟的 小鸟窝 有着车了 小路 很错的 眼泽 走 小孩啊 踢筋车 嘿嘿嘿 走 来啦 好啦 那小松呢就逛逛这个鸟店啊 这个木薄罗的树真棒 叠了好多木薄罗 这边人卖个小吃 哎呦 你不 好了 印尼小松在亚加达 印尼亚加达首都的路边的鸟店 欢迎大家收看点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记得关注